這次等了非常久才能登上台北小巨大 對 又有個幫我看前面 心情感覺怎麼樣 心情就是很 真的 就是真的緊張 然後 呃 又期待 又緊張 這樣子 怎麼說 剛剛不是我說已經準備好了等了20年了嗎 對啊 準備好是體力啊 跟一些 呃唱歌的一些準備 但是呢 對於這個票房 到底多少人 真的會來 然後呢 那一種 要面對 一種未知的那一種 那一種擔心 對啊 就會緊張 想到這個就會緊張 這次還找來孔鏘老師來配合 是不是 對 第一時間就想到孔鏘老師 因為 就是覺得有老師 伴奏 然後有老師陪伴 就覺得很 很有安全感 很安心這樣子 今天看到碰哥他們來 有沒有嚇一大跳 有啊 因為碰哥 這一陣子也是 很忙啊 他忙著籌備他的這個舞台劇 川兒的這個事情啊 南北奔波 沒想到今天 一般的藝人 這個時間有的都還在睡覺 呵呵 結果讓他們 還有跟馬姐 這麼早 為了理由這樣喔 前來 我真的覺得 很感動 很感動 馬姐剛剛有說 之前好像就是 你到第十一關就被刷下來 對 那時候曾經一度想放棄 是什麼樣子 呃 就是會覺得 就 怎麼 突然間會覺得 人生突然間覺得 嘖 好像失去 目標失去方向了 然後 還有面臨要當兵 那個時候 剩下好像 呃 半年多吧 就要進去當兵了 就是對未來就是 就是 事業上就會覺得 很茫然 對 就想說 哎呀不要唱了 好像自己 呃 的這個 很多的條件啊 口才 各方面啊 什麼的都沒有 好像不適合演藝界 就覺得說 就想要這個 真的想要放棄了這樣 那後來什麼樣的力量 讓你堅持下來 後來是 我覺得 還是 呃 很多很多的 好朋友們 呃 有看到 當時這個歌唱比賽的 這些觀眾朋友們 那我在外面走來走去的時候 或者是 遇到一些 這個 不認識的這些 這些好朋友們 喔 他們都會給我鼓勵 說我一定要繼續再 呃 繼續唱 然後呢 他們也會 默默的在背後 繼續給我加油跟支持 你就會 覺得 很感動 就是因為他們這些 呃 給你的事實的鼓勵 讓我有一個動力往前走 大家都很好奇說 演唱會不會有嘉賓 因為自己跟金金有合唱過很多次 對 那這次會不會也找他來一起表演 其實 呃 第一時間 呃 我們都 有開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把這個機會 就是要留給謝金金 甚至也要 坦白講 我也 那個時候我也 很早 我就想說如果將來有開演唱會 我也要邀請 對 因為他 他很疼我嘛 這樣子 對 那金金有答應你了嗎 嗯 因為現在 他遇到這個 朱大哥的這個事情 我就 想說 讓他專心把 朱大哥的事情 給他 給他圓滿 辦得圓滿 這樣子 然後 會的 會的 我會找時間 跟金金碰面 對 還是要 還是要看金金 呃 的意願 這樣子 他最近好像都在東南亞開唱 一年都可以唱到十多場 對不對 算是 應該不只 剛剛Pose說你是東南亞 他非常受歡迎你這樣子 那你一年在東南亞表現可以 就是 呃 大概可以到多少 嗯嗯嗯嗯 如果連那個 有時候因為 也會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動的話 應該應該公益活動的話 應該 超過二十場 對 因為 你們都以為說 那個 東南亞像印尼啊 對不對 他們怎麼聽得懂 台語歌 其實 全世界 很多地方 很多國家 都有福建人 福建子孫的 足跡 他們都是 呃 可能在美國 在全世界啦 澳洲 馬來西亞 東南亞 他們都在那邊 呃 扎根 祖先都在那邊扎根 然後 呃 開支三葉 都都 事業都做得很大 那他們 最想念的還是 台語 閩南語 他們最想念的 所以他們聽到閩南語歌 都很親切 所以我 我也因為這樣子 呃 就認識了很多的好朋友 在東南亞 在菲律賓 在澳門 很多地方 中國大陸也還很多好朋友 這樣子 所以在那邊會特別做一些表演嗎 還是有特別推歌 對啊 都做一些 一些演出啊 而且這一次演唱會 呃 很多東南亞的好朋友 他們已經都在 爆雞了 爆雞過來 對對對 哦 所以就是有一票 此中的粉絲都在 哇 對對對 他們已經 在那邊表演啊 就是現場大概人潮怎麼樣 是不是說都爆滿 常常爆滿 味道追加這種情況 因為我很 因為我只有 我只有 就是過去就是表演了 平常那邊的媒體啊 我比較少去 所以可能也比較 比較 罕見吧 我想應該 比較少見到我 所以 就會 就會有那個什麼 那個神秘感吧 這樣子 就就就還蠻 他們都還蠻捧場的 這樣 很早之前就知道 你可能會在台北小巨蛋 就是開場 他們就準備好了 這樣子 對 沒有很早 因為我那個 這個小巨蛋 申請到 這個小巨蛋的時候 好像才 這七個月 內的事情 但是 我後來 這些日子 有去那邊 演出 我有 我有跟他們說 透露一下 因為忍不住 把這個喜悅跟他們講 結果他們就開始 他們就開始 在發動了 開始在醞釀 然後集結大家 開始統計啊 這樣子 然後跟我的那個 經紀人啊 我的演唱會的窗口聯絡 很感動 目前知道有多少 東南亞粉絲要過來 他們 大概有 光是有一個 一個老闆 他就有 大概六十幾個 其他的 我都還不知道 因為還在 陸續的 追加當中 因為他們 我會覺得說 哇 不好意思啊 這麼遠欸 然後你們 那個演唱會的門票 還有機票 哇 還要來台灣 你們要花很多錢 他們說沒有 我們 就是趁這個機會 來聽你唱歌 然後呢 可能來台灣住個一個禮拜 然後順便帶 帶小朋友啊 家人出來玩 這樣子 近幾年主力的話 東南亞 對 東南亞市場很大 對不對 我覺得 因為市場 再怎麼大 我說實在話 我也只能一個人去唱而已 就是 就是看誰啊 先把我 預定了 我就往哪邊走 我覺得 真的 台語歌手 像 真的 我覺得我還蠻有福氣的 可以這樣子 走出台灣 然後 可以趁這個機會 又唱歌又可以交朋友 然後 真的 真的很棒 所以提醒一下 後背帶著金晶也 常常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到東南亞去演唱 我已經帶她出去好幾次了 怎麼說 真的喔 而且 金晶 她也很棒 因為 她都特別 去訂製那個衣服 她都穿得很性感 結果 那個照片一拍回來 當時那個豬大哥看到來說 哇 我沒想到我女兒真的長大了 這樣子 就看到 這個 謝家有女初長成的那一份喜悅 豬大哥 很開心 豬大哥沒有跟你說 叫金晶穿多一點啊 不要穿這麼少之類的嗎 有 有有有 有丁你那個 會不會穿太少 有有 因為畢竟她真的很 很心 很疼這個謝金晶吧 嗯 謝謝 可不可以幫我們猜一下 那個豬打的新歌 我怎麼樣這麼想請警察 靠山 對 這一首歌 其實一年前 我們就已經開始在 跟孔鏘老師在醞釀了 一直以來 我們都一直很感恩說 我們能夠 每天 生活的這麼安定 這麼的有保障 就是因為 我們背後呢 有一群 二十四小時 一直在輪班 守護著我們這些幕後英雄 警察同仁啊 還有軍人 還有這個軍公教 還有一些 搜救總隊等等 很多的幕後英雄 你看 蛙風下雨啊 過年啊 我們在圍爐的時候 還有很多人 還在上班 那也會覺得說 真的他們 這樣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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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情操非常的偉大 我也覺得說 欸 是不是我們可以來 用音樂 給他們一首歌 來給他們加油打氣 因為他們真的很辛苦 除了要忙 而且要生命 對不對 生命有的時候 也很危險啊 對不對 為了我們 所以我說 好 我們就送了一首歌 叫我做你的客山 來給這些幕後英雄打氣 好